因為我看到小朋友出生 我就想到我第一個女兒 她剛出生的時候 那時候她生出來的時候 醫生就有跟我講說 她的腳變形了 就是一般的嬰兒出生 她不就彈開 但是我女兒是有點往後折的 她那時候是因為在肚子裡面 所以你知道我覺得就是 你發生自己小孩有問題的時候 媽媽是最自責的 因為就是在想說 我們到底是吃錯了什麼東西 或者是我在坐了睡覺 可能知識不正確 所以導致小孩會這樣子 你知道父母親是很煎熬的 因為我怕我小孩以後 可能走路會怪怪的 會長短腳 所以每個生命來到這個世界上 真的很得來不一 那如也能夠生效如人孩子的父母 我覺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勇敢 那時候咪咪剛出生 妳第一眼看到咪咪的心情跟感動是什麼 我第一眼其實我還沒有看到她 我是 那一出我們是剖父的 所以她一出生的時候是直接進家戶病房 所以我沒有第一眼看到她 哦 對 然後所以我是被推進那個 那個照片的東西 對對對 然後結果我是清醒之後自己走下床 我才去家戶病房看她的 那看到她的時候是 就是現在這樣子 整個都是管路 哦 對 然後就是插滿了管啊 因為我看到小朋友出生 我就想到我是第一個女兒 哦 她剛出生的時候 那時候她出生出來的時候 醫生就有跟我講說 她的腳變形了 哦 就是一般的嬰兒出生 她不就放就是彈開 但是我女兒是有點往後折到 她那時候是因為在肚子裡面 所以你知道我覺得就是 你發生自己小孩有問題的時候 媽媽是最自責的 哦 因為就是在想說 我們到底是吃錯了什麼東西 或者是我在 坐了睡覺可能姿勢不正確 所以導致小孩會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出生的時候 我女兒是 有一段時間是必須要 每天帶著檢診器 然後那時候就是要 每就是一段時間要去醫院 然後做一些 就是檢查 然後才知道說 她的腳到底有沒有正常 所以那時候 你知道父母親人是很煎熬的 因為我怕我小孩以後 可能走路 會怪怪的 會長短腳 所以每個生命來到這世界上 真的很得來不易 那如也 能夠生效如也還得父母 我覺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勇敢 因為剛出 她的生起雞皮疙瘩 因為你知道 剛出生從獵的寶寶 她跟一般的嬰兒 是不太一樣的 在餵食方面 因為她必須要用 特殊的奶瓶 對 才能夠順利的餵食 然後所以我希望 可以透過社會大眾啊 然後可以看到這個展覽 然後可以 我自己就是講到 我都很激動 慢慢來 對 就可以 對 就可以 你們也可以學習生命的可貴 最終生命的可貴 我剛剛看了 這一系列的展覽 其實我 尤其剛剛又看到 咪咪媽媽 我真的覺得 其實已經有點眼光泛了 因為 身為一個父母 我覺得孩子是 老天也是上帝 給我們最幸福 最可貴的禮物 那 我覺得咪咪媽媽 真的很勇敢 因為我知道 據我了解是 很多 因為盧彥和同事 在父母肚子裡面 其實照超越模式照得出來 可是有 過去有一些父母是 不敢把小孩生下來 只是選擇直接 終止認證 對 那其實我覺得 因為現在的科技進步 然後加上手術 我覺得現在的 父母其實可以 更勇敢的 把孩子生下來 而且我剛剛聽 聽那個 陳 陳執行長說 其實我們 在媽媽的肚子裡面 其實每一個人 都是純額裂 它是慢慢 因為成長過程 然後才 慢慢的 純額裂 隔壁起來的 其實很多 純額孩子在長大之後 其實有 很好的成就 所以其實我覺得 大家可以透過這個展覽 然後 我覺得 共襄盛舉 會不會 我們 會不會 我們 我們 會不會 我們 會不會